大家好我是你们家聪明 本期内容呢 是面向所有新丛小白的 有的最近行情呢 真的是杀疯了 各种一夜暴富的故事呢 每天都在上演 空气中弥漫的 都是焦虑的味道 那么今天呢 我会手把手 教你如何入门回不到 如何买卖墙并货币 这里我们就直接开门建设 我们要先了解 一个很基础的概念解 那就是稳定币USDT 这个就说大家平时在做交易筹码 它的全称呢 是泰达币 简单来说 USDT就是等于一美金 它的价值呢 此头是与美金保持挂钩的 作为币确里面最重要的交易美金 它是具有很好的流动性的 不管是链上还是交易所里面 那当你看到新闻 这样子描述的时候呢 比如泰达又蒸发了 多少亿多少亿USDT 你可以简单的粗暴理解为 又有新的韭菜又进场了 换句话说就是 比如说你现在要入金到币确 你给你自己协调快去的话 则是可以这样解 大帅哥本人呢 在交易所蒸发了100USDT 正在准备大一场 有什么好币可以推荐了 这样的鞋呢 整的就很接地气 那了解完 基本的硬通话概念话呢 就是选择交易的地方了 现在常见的有两种场景 一个是链上 一个是交易所 对于小白的话 交易所的场景跟链上走 那这里我就以市场三大任务交易所 比gay为例 比gay呢 他是成立2018年 目前已经为全球4500多个用户提供服务 在安全跟合规这块 已经经过了时间的验证 先是每月都有百分百的储备金证明 确保了资产透明更安全 并且他们还拿下了世界上最难申请的应该牌照 在英国推出了合规的加密货币服务 那据我了解啊 该牌照呢 币安暂时都还没剩下 那除了合规呢 想复合到市场认可 数据是唯一衡量的标准 就在最近 有种数据可以很客观的看得出来 币安20小时的回销量是1794美金 位类第一 而bg呢 仅次于币安位居第二 其交易呢是770亿美金 那看得出来两家都起估相当 有了基础的介绍后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是如何注册交易所和买卖币的 首先是我们的注册部分 注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网页或者手机的app下载 这有话我就以app为例 这样子我们也方便交易 注册链接我都放在了视频介绍里面 或者你可以拿出手机的相机 扫描屏幕中的维码就能跳转到应用商店了 下载好后呢 注册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到邮箱跟手机号 填系我的邀请码交易的时候可以反你20%的手机费折扣 那我们注册进来之后呢 我们的第一步做的就是要完成qs验证了 我们可以先点击左上角个人东西 进来之后呢点击更多 在个人资料里面可以看到身份证一览这个选项 我们点击打开 需要上传你的身份证并完成那里识别 这样子就完成了基础认证 我记得我做认证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快的 做完账号认证呢就可以解锁提线 充值和交易的部分 那接下来这步呢你耐心做的话 就算搬一个币权人了 这里我要提到的就是入境的部分 那正如我视频开头所提到的买卖USDT 那现在因为比给为了更好的保护用户 所以平台内呢暂时它是没有C2C功能的 但是我们可以先到币安进行操作 然后把优劳充值回bg 那具体币安的认证呢其实还是跟bg一样的 我们在币安完成认证后呢 在币安交易里面呢有个C2C的功能 点击买入输入金额 然后通过银行卡转账给对方 这样子你就可以收到USDT了 然后呢我们在bg里面点击充值的按钮 在搜索栏里面搜索USDT 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个列的这个收款地址 那在币圈里面一般常用的就是BEP20 还有TRC20 那这里我们拿地址的时候呢 要对各个网络有一个基础概念就行 比如说我现在点击是TRC20的首款地址 那在币安呢或者是其他钱包里面 你要选择提线的时候就要选好对应的网络 不然说你出现了你是sorana网络了 然后冲到了bp20网络里面 特别是转账的时候 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你可以转个最低的线啊 你先尝试一下 比如说转个石油等你确认到账 再转升一下金额 那我们把币安的usdt充值到bget之后呢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你现在肯定是想大干一场了 那这里呢我给你一个从意到难的建议 在bget里面赚钱的方法 我们可以从理财开始先 usdt活气的理财 那现在api来到了9% 意思说你现在钱存进去 每天基本可以躺赚一杯咖啡的钱 我们点现货 点击usdt 在这个页面呢我们可以看到 国旗理财的icon 跳转之后呢 填好申购usdt的数量后 点击立申购 就能完成基础的usdt理财 那了解完入门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稍微进阶的部分 就在交易的页面呢 我们可以买入bgb 买入bgb持有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参与lunchpad和lunchpool的挖矿 我们在行情搜索栏里面搜索bgb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交易的页面 点击交易呢 可以看到挂张的价格数量和交易总额 而bgb这个代币呢 是bget的平台代币 我们买入持有后呢 每当有新项目上线的时候啊 你持有bgb 便可以参与锁上挖分项目的代币 就拿现在已经上线的项目paq为例子 我们在app首页点击更多 点击lunchpool 我们就可以看到最新上线项目 然后我们点击锁定bgb呢 在该页面点缺认后 在结束挖矿的期间 你都能收到项目代币的空头 那按照币权说法 bgb现在就是铲子 有了铲子之后呢 就可以挖上线项目的币 同时你还可以持到bgb涨幅的收益 因为有好的项目上线呢 它就会带动平台币的涨幅 所以持有bgb对于新来说 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理财的同时呢 同时还能持到涨幅收益 但聊完bgb呢 现在还有一个无脑可以购买的就是bdc 在交易的页面呢 我们搜索bdc 这个下单持有数字黄金 对于合约的部分 我认为道行没有5年的根本玩不来 所以新手就不用去当炮灰了 但是如果你实在手痒极可难耐的话 其实是可以去买这轮的命的 这轮比给上线的命呢 其实都是有财富效益 那关于买命的话 要明确自己的思路险 要懂社区的文化和概念 优先去选择那些网红的币 那是比如说马斯克邯郸的 比如说像doge还有松鼠 因为其实这个松鼠概念的币呢 其实是最近大火了 在bg上线后 它涨幅有超20倍 现在呢bg首发筛选的币种 其实是越来越有格局了 那最近暴涨这两个命呢 仓鼠和sat 都是先上了bg再上边的 那换句话说 就是在bg这边呢 可以更早的埋伏到财富密码 那仓鼠这个项目说起来呢 它的起源是一只叫pinut的网红松鼠 因为涉及了非法饲养野生动物问题 被环保局爱了死了 所以这个事件呢 引发了这个官方的关注和讨论 重点是马斯克在推特上面一直在奶 那对于上线新币想保持关注的话 想保持敏锐度的话 我建议的话其实是可以关注bg的推特 还有相关bg一切工作人员的推特账号 他们每天呢 都会更新市场的动态 这样子就能捕捉到相对应的热点 拉到这里 新人买入亏谱的教程就结束了 那如果有遇到任何困的话 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那有句俗话说了好 师傅临近的修行靠个人 在这里那我也祝大家交易顺利啊 但凡买了币都是百倍币 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见